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仅用一张图 就让王一博的粉丝如此兴奋 流量密码完明白了 首先恭喜一下无名 上映20天票房突破8.5亿 数字意义非凡 因为UNIQ王一博的生日就是8月5日 粉丝开心庆祝 直言奔着9.7亿票房冲击看到 这么有动力的粉丝 无名资方能不偷着乐吗 早知道 这部作品一半以上的票房 来自于王一博的贡献率 最近官微也是很懂大家的心理 没曾想 这张图引发了不小的波澜 更是让王一博的粉丝瞬间热闹了起来 官微放出了大家用画笔勾勒剧中的主创人员的图片 用手中的笔勾勒无名者的样子 为何会引来很多人的围观 就是因为图片中 王一博的这张图 是来源于王一博的一个CP粉的粉圈 博君一销 俗称百香果 这个存在呢 我们就不多说了 因为王一博的微粉是非常不待见这个群体的 总是吵架没完没了 彼此看不惯彼此 还会暗自较劲的同时 更是做天做的的对标 这张图的出现 百香果们开心认领 顺带着又带着挂剑一起 自然引来王一博的微粉不难 上部台面的人就知道跟着蹭 我们只能说 各自安好 在各自的领域努力发光不停好的 为何总是相互折磨呢 王一博走的是电影之路 这一部才刚刚迈进去 需要的是踏踏实实 他已经努力在摆脱爱豆流量的身份 就是为了更长远的发展 王一博能够选择电影圈 还能够拍摄这种偏文一片的作品 如今看来是很具有挑战性跟勇气的 中国电影圈中 年轻一代的演员是空缺很多的 特别是95后小生 扛得起票房 兼具演技实力的并不多 王一博的出现 对于电影圈是一件值得惊喜的事情 最近导演承尔透露 接下来还会拍摄一部超级文艺片人鱼 讲述底层人民的故事 对于这个消息 粉丝应该欢呼雀跃起来 因为承尔导演再度二大王一博 不单纯是一种认可 也不能说是说吃到了流量的甜头 更多是的一种友谊栽培或者是提携 共同携手并进 彼此成就 没有票房的作品 久而久之 导演再有才 在这个资本逐利的时代 也会将狼才 尽钱驴技穷的 王一博的出现 不单纯能够助力票房 还能让大家在观影的同时 提升对于艺术的鉴赏 哪怕是背负了太多争议性 可是结果是好的 如果没有王一博 也许很多人不曾想着到影院看无名 甚至不知道这段历史 不了解这个导演吧 虽然官微放了这张图片 但是粉丝之间的还是保持了一定的克制 都会不言而喻的去支持王一博 为了一个好的票房 拿捏点流量密码 有了热度才会让更多的人走进电影院 最后呢 还是想说 粉丝不过是陪伴王一博一段路程的人 终究还是要回归现实生活中 多年后 也许王一博的作品会更多 会成为大家认可的好演员 到时候回首来看 也许无名中的叶秘书 依旧会让人津津乐道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让我们关注원�点栏目 by bwd6